前面 参与 走啊 来 来 你有没有想邀请的人 不会吧 啊 哦 请念出互相的结果 互相的结果 不用按住 最强的结果 奥斯卡直接说吧 奥斯卡总决赛入场圈 胡叶涛总决赛入场圈 胡叶涛总决赛入场圈 奥斯卡他太不能装了 我就便宜 我就知道我什么借过了 就是奥斯卡 就是他什么都写在脸上 哎呀 哎呀 不是做到了吗 太厉害了 可以啊 太厉害了 接下来还有谁想要直接来的 他举不起来 去吧去吧 举吧 举不起 临沫想 我要去 临沫 临沫 你有一起想要 跟你一起看成绩的人吗 那个张晓恩 张腾 富士涛 AK 你看不来 全来 只能挑一位 只能挑一个 那我就挑张腾 走 唐哥 张晓恩他一直担心自己成绩 我想想那这次他先知道 因为你遇到后面你就会心态会崩 你帮我看我帮你看 我看意思 什么 对不起 请说出对方的结果 我 我的 总决赛入场卷 恭喜临沫拿到了总决赛的入场卷 早上就不行了 这样 孩子 哎呀天啊 走了 很遗憾张腾 你没有能进入总决赛 就是很悲哀的 他真的连一次 Vocal也别选上 都是唱跳的舞台 因为这次创造营的舞台真的很大 他没有一个舞台 展现自己真正的实力 就会觉得很可惜 我也是刚从学校毕业 我特别没想到 我能在这认识这么多 知心真挚的好朋友 然后我会把我在青春中 这段最特殊的经历 放在我记忆里 最显眼的位置 加油 我第一次参加选秀节目 也是止步于这里 觉得我们俩很像 我们刚进院的时候 他就在我旁边 一直跟着爸爸 和这个人 怎么能逼我那么爸爸 逼我那么长 后来了解了一下 他发现我们的音乐审美和品位都很像 右左勾点二人转 一公我们拉罗不爱上来了 还有林默 我们仨基本上就是一个 好朋友的一个圈了 我要给爸妈买个有电梯的房子 等到二创 可以在一起 其实我们认识的这段时间 虽然说只有短暂的81天 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是最好朋友 我说我自己不哭了 一点没想哭 哎呀妈 三江 哎呀妈呀 给个痛快吧兄弟 我几个兄弟里面就是 我最担心的就是韩江 我还是想就是跟韩江一起听 就是我想给我一个痛快 就是我兄弟到底能不能跟我一起走下去 中约赛入场圈 有转 哎 对不起 没事没事 没事 好好加油啊 哎 不论成团还是没成团 我觉得 祝你自己开心的事情 十四点后见面 总结再见 自然将 没有来 哇 坐我旁边 就一步直也熬了兄弟 来创造营之前我去过两次 类似的节目 不是跑龙套就是当炮灰 真的很感谢大家 就是来创造营之前我觉得可能我是一个异类 我就害怕我来到这儿是个异类 结果大家 跟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就是像 进入一个新圈子 找到一个新的环境 新的家庭一样 我很感激地认识各位 朋友们 我特别想吸引米卡 说实话我很惭愧的就是 没能帮到你很多东西 因为 你真的太优秀了 我不是那么优秀的人 能力不够 没有帮到你很多 然后最后我想说的是 我觉得努力是有回报的 因为你付出长时间的努力之后 你才能抓住每一次到来的机会 即便我没登上创造营的总局赛舞台 但是不是我最后一次舞台 下一次 我绝对会在舞台上面发光的 我听韩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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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舞台上 如果你哭的话 我会哭的话 我也会哭的话 别哭吧 因为这是一开始而不是一结束 对我 韩章说 韩章说 至今 他们可能是 我最后的朋友 都会离开我 他 他 在最后舞台上 我感觉韩章说 我感觉韩章说 我现在对韩章说 我现在感觉韩章说 我现在感觉韩章说 我感觉韩章说 我感觉韩章说 谁想来 还有谁想来看一看成绩呢 一个人可以去吗 可以 对 加油你路兄 加油路兄 你选了谁啊 自己去 你自己啊 谢谢 恭喜 谢谢 来 天天学姐都没有送我 你选的谁啊 我选 傅子超他拒绝我 我本来说我想先去之后 我就选立足球 做你选择 就你了 对 去往决赛的大巴 哎呀 我把超超带回来了 这是谁呢 谁呢 谁呢 哇 海哥去吧 海哥加油 我以后你陪我 因为他一直跟我说 他这次有不好的预感 然后我就 一直不太敢去看 他的眼他的眼 啊 啊 我以为他在演 结果他没演 没有翻转 其实今年 对我还挺难的 没有很后悔 因为每一步我都 拼尽全力了 感谢 李丸赞多 让我知道我其实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我老开玩笑说我说 如果今天你们不在我可能就能拿到整场跳舞最好的那个人 但其实我可能也不行 但其实我可能也不行 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很多努力要去做 我昨天在跟宇恒讲 我说 想进这一场的原因 可能 不只是想完成最后的solo舞台 我只是想跟你们再多待两周 我太想成团了 因为我想跟你们一起成团 那我好难受啊 我看到他们每一个人上去 我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你想救啊 没事 把这我就 走就走了 来吧 把你的给我 我要亲手把他送走 我来吧 行 我看到的每个人走上去的眼神都是犹豫的 忐忑的 然后上去拿出那个卡 我甚至都不敢猜 龙哥呢 龙哥呢 你别问 你有什么好问的 龙哥跟你走了呀 期待景龙能上车 然后最后就看到干望星 就是眼睛红着 然后上车 我也没有问 因为我基本知道是 怎么回事 恭喜干望星 获得进入总决赛的门票 其实现在最大的意义就是干望星 因为我 就是把干望星当成一个弟弟了 而不是当成一个朋友了 然后我希望看着他成团 然后我也会 一直在他后面为他家有骨气 我练体育我从来没哭过 珊珊一次哭 可能是因为 我外婆离开我哭了一次 走吧 我真没哭今天 走吧 从十二月三号上岛以来 跟他没有分开过一天 每天都在一起 我真的没有跟谁 在一起这么多天 除了跟父母以前 我领回来了 领回来了 恭喜 恭喜 小宇 总决赛入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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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里面是不是就已经低气压了整个 对 已经不行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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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